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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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大家 今天這一集呢 是義大利的Walk 那我們現在就是出門了 準備要去找朋友 因為朋友今天剛從台灣到羅馬 所以就想說 可以把這個景點一次串在一起 和你們分享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我們第一站呢先來到了威尼斯廣場 然後我朋友在拍照 Hi 嗨 你在幹什麼 你在幹什麼 就是威尼斯廣場 其實它就是一個很大的路窗 這邊是可以往上爬的 所以可以往下看 他們一個很重要的交通輸牛 它是一個大圓圈 對 我覺得這個點呢還蠻值得 逗留個半小時的 好大一隻喔 他肚子好圓喔 好大一隻喔 好像企鵝喔 這個在萬聖店的裡面 其實它沒有很大 就是一個圓圈圈 然後我覺得這個窮林還蠻值得看的 看到嗎 哪兒 就是在那個角落 好像野豬喔 可是它有點甜 然後像什麼一樣 這是神話故事的野豬 我們在這個 納窩納廣場 然後這是斯塔河噴泉吧 這邊就是天氣好的時候來 特別漂亮 可是我們今天來的時候是陰天 所以看起來就比較普通一點 它草莓好好吃 我幫你挖威脅的地方 來義大利吃冰淇淋呢 就建議你們要點他們的水果口味 因為他們的水果大部分都是新鮮鮮做的 所以它吃起來就會特別的香甜 然後也比較濃郁 欸有時候在家裡拍狂子 他會跟我講 你為什麼要最最捏 我說我再拍一遍 然後你看他就 也沒有我就會剪進去 你喜歡弄麵嗎 你不要硬 你不要硬 它麵是硬的 我都OK啊 我一直都OK 很香耶 怎麼這樣會吃 你都吃得很寬的 是寬的 是寬的 厚的那種 那不可以 對就臭硬 但他們都這樣子 它蝦肉好鮮鮮 對 蝦肉好鮮 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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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看你有在一起去哪裡玩 我想跟你一起去吃飯 真的嗎 那真的嗎 那你帶我啊 北海道啊 好啊 北海道嗎 我們終於進來羅馬進進城了 來這邊 帶了兩個多月 終於進來了 而且是跟我朋友一起 它好冷喔 在歐洲的太陽 就是 從它有太陽那一刻起 永遠都打在你的眼睛前面 所以來這裡呢 有個墨鏡是非常舒服的選擇 我覺得冬天都長這樣 夏天應該更是吧 剛才吃完一頓非常好吃的 南波里披薩 它的餅皮很像麵包厚厚的 然後 然後 料沒有很多所以吃起來偏輕鬆 吃完之後呢 我們今天就是一個下午逛街的行程 走到了一個大廣場 雖然太陽很大 所以 風吹一吹是蠻冷的 這邊的人真的超多的 可是這個許願池我們今天來的人沒有很多 也蠻多的喔 也不是最多 不是最多 就我們看過很多很多的時候 真的是 大家都窩在這個圍欄外 然後裡面也都是滿滿的人 在看這個許願池 然後據說這個許願池呢 是義大利政府很主要的一個觀光收入來源 因為它這個許願池有一個寓意 就是你可以投多少錢幣 然後就可以許多少願的那種概念 投一個好像就可以回來羅馬 投兩個可以找到情人 投三個可以結婚 但是他們很會創造故事我覺得蠻厲害的 現在末約是下午的三點鐘 然後有一種 欸 五點的感覺對不對 太陽都沒了 剩下微微的夕陽 在這個時間點 羅馬好像才開始變冷 所以晚上會到一度 然後零下一度這樣子 但我覺得在歐洲的冷是乾冷 所以還蠻舒服的 不會到很冷 我想要休息一下 腳很痠 我想要休息一下 腳很痠 然後拿沒了還要不逆 你有覺得嗎 是欸 第三天的早上 我們今天呢 準備要從羅馬出發到佛羅倫寺 對 其實我覺得羅馬整個行程大概兩天就 如果你時間很趕兩天就差不多了 就大景點看一看 其他都是小狀景點 早上大概7點50 我朋友還沒來 但等他來我們就可以出發了 我肚子在叫欸 對 我們要吃什麼 去的就知道啊 像基里的手機 基里的畫面 好來給你看 我們第一站呢 來到了中央市場 佛羅倫斯的中央市場 這邊有一間還蠻有名的百年老店 它專門在賣牛肚包 今天來 結果沒開 我們上了二樓的美食通常 找了一間牛肚包來吃 但是我聞著覺得蠻香的 可是它徒手抓有點可怕欸 但是拉薩吃拉薩都要來 可以吧 我覺得它可以再鹹一點點 再鹹一點嗎 你吃好慢喔 好 我們兩個再咬 這個好香 這個好吃欸 剛才這個好吃 比他給我們吃不好吃 對 好 我們看完展了 然後我們下午就在竹領廣場這邊畫畫 就發現說這條路上有好多這種皮具喔 周邊有蠻多商品店的 所以我們就想說可以在這裡走一走 共逛街 等一下晚上是吃叮鼓牛排 在佛羅倫斯還蠻有名的一間店 這間房真的是 嗨 大家我們到AMBMB了 然後這個房門一推開 嚇死 因為太像豪宅了 好大一間 我現在站的這個地方是客廳 你看這客廳多大 重點 那個洞穿出去還有餐廳 然後那邊就是廚房 這地方真的好漂亮 可是現在是晚上 我覺得燈光 就是比較昏暗 比較溫馨一點 這也太漂亮了吧 這間也很漂亮 第二間呢 在這裡 他這間房一個晚上的是四間 可是我覺得CP值非常的高 可以住下四個人 因為他有兩間臥室 兩張床 兩張雙人床 然後他的公共空間都超大 像是客廳啊 跟廚房 是可以奔跑 跟開Party的那種喔 而且還有兩間衛浴 所以我們在洗澡什麼的 都不會搶廁所 也不太用排隊 早安 直接略過晚餐 我們又到了隔天 昨天那個晚餐 很好吃 很推薦你們可以去 我們今天的行程 是比薩斜塔 現在時間呢 是7點49 比薩這個地方呢 有一點尷尬 它其實就是一個 五分鐘的景點 可是距離佛羅倫斯4G呢 頗遠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試著 要搭火車去 一度有想說 這樣會不會有點浪費 一個上午的時間 但是又覺得比薩那個地方 如果這次沒有去以後 好像就不會再去了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花了一個上午 搭火車來回 而且火車的時間多久 一個小時半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而已嗎 那我們的咖啡去 車站再買 可以啊 換車了 嗯它是麵包 嗯它是麵包 我們到了比薩 這座塔真的是很斜耶 超斜的 剛好今天天氣非常好 所以拍照出我們的 都很漂亮 對呀 在家裡 今天佛羅倫斯風超級大的 可是沒有很冷 但就是一直吹冷風 所以包得很緊 然後我們有預約四點半要登頂 去看佛羅倫斯的景 然後這個登頂呢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因為它要買到全票 你才可以走到頂樓 那個高度呢 據說有五百階樓梯 等一下感覺會爬到腳軟 這會不會有密閉恐懼症呢 會很那個難受 已經有人搬下來 目前是爬到一半 這窮頂滿美的耶 近看 對對對 這個抖刀不可思議耶 還跟場景的好像沒有對 繼續繼續 整個佛羅倫斯最高的地方 夕陽 這道沙拉看似平平無息 但在很多餐廳呢都找得到 但我吃得蠻膩的 為了你 又點了 結果 有一點人 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一天 那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這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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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夫就要回羅馬了 然後我朋友要繼續玩米蘭 所以我們待會中午吃完飯就會分頭了 但是吃飯之前呢我們還要再登一個頂 是聖母百花大殿的鐘樓 那我們現在呢要去吃早餐 準備出發吧 可以走了 go go 待會告訴你 感覺很土匪 可以耶 我們吃完早餐之後呢 又開始了另外一個登頂的活動 昨天爬完了將近30層樓的樓梯 今天瞬間覺得爬上來有點腿軟 所以這兩個登頂不要排在一起喔 會非常累 好累喔 但是天氣蠻好的今天 昨天在那裡你們看到 這上面有很多人嗎 我們昨天站在那裡 但今天呢在橋拖鐘樓 但橋拖鐘樓它有放這種 鐵欄杆所以看得緊就還 蠻有障礙的 視線障礙 這幾天都是強風警報 吹得我鼻涕狂流 我們佛羅人士呢美食都收尾 用第一天沒有開的nerbond 就是他們的牛肚包 我覺得是HAPPY ENDING 超級好吃 跟第一天吃到的味道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它比較偏中式的口感 然後沒有那麼的濃 鹹蛋剛好 這一個還蠻大的 4.5欧 我很喜歡 但是要早一點來 因為我們2點半來的時候 我們很幸運買到最後一個Panini 其他的人不要買別的了 今天的行程呢 要去到梵蒂岡 來了羅馬大概兩個多月中午要去梵蒂岡了 為了他 他 這條線過去呢 就是梵蒂岡了 梵蒂岡 走到附近就會有很多人問你 你有買票嗎 要不要買票呀 可是我們都事前在網路上訂好了 所以待會去領票 人家說在羅馬呢每天 在聊的食物只有三個 義大利麵 披薩跟咖啡 我們每天都是義大利麵 披薩跟咖啡 他變胖了 好吃嗎 好吃嗎 你喜歡嗎 不喜歡 肯定不喜歡 你不喜歡朝鮮雞 是不是感覺這些餐都看膩了 我自己也好膩喔 披薩 義大利麵 但沒辦法 這邊的國民美食 你怎麼辦 我討厭啊 沒怎麼樣啊 可是這間很好吃 沒有什麼過錯 聽起來吃什麼 吃起來要炸菜啊 嗯 就是在梵蒂岡好像 他們的欣賞的範圍非常的大 就是從左邊到天花板到右邊 因為連地板他有時候都會SF放住 感覺在這裡肩頸的問題都會被解決 好燙喔 這是我在羅馬非常喜歡的早午餐點 這一趟來三双 我們的朋友明天就要回台灣了 來之前可以先定位 但他的定位也不知道很難 可以直接在Google定位就好了 而且不用先壓信用卡 因為我們之前兩次來都在外面排了10分鐘以上 所以第三次你先定位 我希望你先通過 回到中午餐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